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怎么做 能够把钱放在口袋里面 那外的大盘的行情请注意到 有人喜欢做高价股 高价股会不会涨 会涨 会涨 那低价股会不会涨 低价股也会涨 严老师 你这个逻辑很奇怪 高价股也会涨 低价股也会涨 那我手中买的股票为什么不会涨 这个你要买错股票 很简单嘛 买的股票很多人跟你讲 买底部的股票会大涨 那你买的时候有没有涨 我不知道了 如果说你买到会涨的股票 那基本上面就一定赚得到钱 那小型股的操作其实要注意到什么 底部区第一根涨停板 底部区第一根出现所谓的买进的讯号 这个就是各位怎么样 要经常买 要贪大钱 这是最好的机会 我一样举几档股票 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一下 好不好 来 低档股票来 这档股票叫加高 目前为止分盘交易了 这个股票很标准 低档其实出现第一根涨停板 这个叫攻击的讯号 这个叫做多方 积极要作驾的一个讯号 那从这个地方它就涨上去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当然是拉回找买点嘛 没有错吧 这个股票还没有强到说 它会每天涨每天涨嘛 所以说这个地方拉回找买点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今天第一档股票跟大家讲到的 另外一档股票来 它叫做爱普 对不对 爱普的话也是一样啊 你看这个加高 它是这样子涨的 爱普也是嘛 所以说很多的股票怎么样 它是有同性值的 这种小股票大概就是10亿以下的 10亿以下的 另外一档股票6169的育权也是一样 它的走势比较温吞 这个都是小型股的一个代表了 也就是说股本小的股票的话 目前为止台面上面 我们看到这三档股票是较强的 较强的 那至于说今天创新高的股票 当然很多啦 当然很多啦 我狙击当股票好不好 来 这档股票应该很清楚嘛 对不对 来 这档股票是什么 3661来 看一下 四星KY 四星KY在今天再状波段进高 这档股票讲很久了 这叫高价股的 股价会不会到300块钱 你慢慢看 3680的加登也是一样 这股价在今天收盘 也是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一样嘛 这股票都还没有涨完 今天强势往上走的 来 这档股票叫什么 信红科 之前拉回叫你找买点 今天的信红科一样 再创波段新高 再创波段新高 327的原项也是一样 那这要可以先卖一趟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走势上面比较温吞 比较温吞 创新高先卖一趟 所以说每一档股票操作的方法 原则都不尽相同 但是投资本怎么样去找 我相信我在节目里面都讲了很多 这张字卡我相信你应该非常熟悉 看到这张字卡就等于说在送分题 等于说你看到考卷一样 你去考试 如果说你能够先把考卷先看一遍 我跟你说 也没有80分也有90分 那这张考卷 有没有几乎完全的100%的验证 被动原件国具你买了没 买了我恭喜你好不好 今天长的细晶圆合金加金 环球晶细晶圆又开始动了 触控的包含原项在内 GIS要注意了 要注意了 今天来最强的叫低论 老师今天威刚涨5%创新高 来看一下好不好 今天威刚涨5% 这个地方涨上去了 创波段新高 创波段新高 补量上工 也就是低论的族群里面 我跟你讲 他不只说只有所谓的南亚科 华邦店 包含世界先进 这个威刚的部分 一线跟二线的部分你要注意 低论的族群 你有没有事先讲啊 我这送分题送给你啊 你都没有办法达证啊 我跟你讲 该打屁股了 该打屁股了 来 看我这儿 低论概念股 今天哪一档股票最强 来 这一档 这一档叫威刚 今天威刚上涨了3.2% 那未来这个低论的族群里面 我必须要先讲 每一档股票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 每一档股票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 你先把它分作一线 跟所谓二线 一线的是适合怎么样 长线操作的 这个叫南亚科 华邦店 世界 那二线的股票适合怎么样 单股所单 为什么 因为筹码比较集中 筹码比较集中 来 这是属于一个低论的 那明天要注意什么 明天要注意什么 明天要注意这个 叫矽晶圆 矽晶圆 为什么 环球晶近期的话开始动了 在上季线 今天最强的是加晶跟合晶 反正你慢慢看 矽晶圆明天要注意 还有什么 低论的 都是事先讲的 严老师不会跟你用马后炮的 对不对 之前跟你讲什么 之前跟你讲世心 严老师第一个告诉你 会不会涨拭目以待 这个股票就是每天涨 每天涨 12月6号 还是叫你站在买方 买了之后很快 马上的拉涨停 你常常问严老师 老师这张股票你怎么看 我说你慢慢看 今天的世心 来股价对不对 再创波段新高 上涨了5% 你要问我涨完了没 涨完了吗 这股票 有时候趋势没有改变 趋势没有改变 你真的拉回你再不买 但是这张股票真的 敢买的人不多 因为之前低档区都没有进场 涨上去的时候你叫他去买的时候 他不大敢买 他只能在旁边用看 甚至今天 这股价创新高 还是有很多人打电话进来 老师这个股票到底能不能做 能不能做 我说怎么会不能做 创新高的股票 趋势往上的股票 绝对都赚得到钱 这个操作有时候不要觉得很困难 你要把复杂的事情把它简单化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其实油党股票最简单 加登 简不简单 非常简单 老师我没有办法买在底部 那你买在拉回你也赚 这股票涨了多少 从三四十五开始起 起到百五 起到百五 会有两百吗 我不知道 在节目里面听一听 跟你讲 拉回早买点 拉回早买点 股票要看未来 严老师还把加登跟什么利基 两档股票去做比较 你认为会涨的 你认为会涨的 你应该会去动作了 好不好 你如果认为不会涨的 你就不会动作嘛 我这样讲应该合理嘛 那当然这个最近有人打电话进来 严老师你好久没有讲这档股票了 他叫信鸿科 我讲得非常清楚啊 股价不要去追 股价要拉回早买点 我还给你洗来这个地方 今天的信鸿科有没有再送破断新高 你回答我 来 今天能不能拉回早买点 当然可以啦 当然可以啦 但是我不建议说各位去追好不好 有人说老师我要卖一趟 还是我要去买 我说都可以啦 这股票该买就买该卖就卖 赚得到钱就是王道好不好 如果说你的操作都赚不到钱 你对不对 你还问我说老师这个股票要创新高 我要不要卖一趟 你手中没有你拿什么卖 老师这个涨上去了 我还来买 你胆子小你怎么买 其实这个有时候 平常是在节目里讲那么多 有时候你听得进去的人 你一定听得进去 我再举一档股票好不好 来这档股票叫做原项 之前有没有人讲 我问你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个股价操作很难 这股价操作很难 每次到创新高 一定有人拿出来介绍 严老师不玩这一套了 我们会员有没有原相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 有没有 有的话在今天创新高 应该就赚得到钱 你要不要卖 当然可以卖 这股票有赚 当然你可以卖 卖了之后要记得要接回来 好不好 可以了 这天有跟你说吗 早盘 要不要我通知你 我通知你 有没有好处 无后储不 你认为呢 原相昨天 对不对 一样啦 站在买方啦 你就回答我 我的会员手中 有没有这档股票 有的举手好不好 那你一定是赚钱嘛 为什么 因为股价创破断新高 好不好 你随便卖 你随便卖 不管你买在什么地方啦 今天创新高啦 应该都赚得到钱 对不对 但是我这边必须要讲一下 被动原件的操作 目前为止 短线上面真的涨很多了 你就不用去做出个追价了 明天要注意什么 明天要注意什么 低论对不对 还有所谓细菌源 老师到底是哪一个 我认为细菌源 低论要排第二 就像我之前我告诉你 被动原件它是主角 但是近期涨多了 你去买绝对赚不到钱 我讲被动原件讲多久了 我讲国具我讲多久了 我讲多久了 如果以后的股价到400块到500块到600块 我跟你讲 又很多人拿出来讲了 你放心 只要股价到400块500块600块 讲的人一定很多 然后每个人都告诉你 我有国具 对不对 现在没有人讲嘛 严老师讲200块钱的时候 有人拿出来讲嘛 没有嘛 300块钱就开始有人讲了 对不对 快到400块钱 每个人都有了 这个操作要看证据好不好 来 这叫证据啦 老师这个证据还不够呢 我们再把证据再加强一下好不好 涨停摆 9000张 谁有这么多资料给你看 我问你 我问你嘛 老师我来看简讯 涨停摆的简讯持股续报 让你看了 两笔单的简讯也让你看 拉回再出手 先买一档 买进之后创新高叫你报牢 这个叫什么 12月的大黑 去10户口跟你说12月的大黑 一定要报牢 老师你有几笔单 看这边两笔单 11月19号 11月25号两笔单 一定要报牢 创破坛新高 老师创破坛现在在赚钱了 对啊赚钱了 探钱啊 跨年代表作嘛 有人有拿那么多简讯给你看的 没有啦 只会跟你讲基本面很好 他也不会交代到底有买还是没有买嘛 严老师从头到尾我都跟你讲 被动元件就是今年啊 这个第四季的主角 那高价股呢 高价股 看这支好不好 现在大家都在讲这张股票叫景德啦 之前一样203块没有人讲 涨到快300块了 有人开始告诉你景德未来会很好 结果你买了之后就下来了 这个地方分两次操作嘛 这个地方买叫起涨点 这个地方你随便卖好不好 随便卖随便卖 这边记得要接回来好不好 要想大赚钱的一定都是买在这个位置去啦 这个跳空大涨嘛看到没有 这边一根涨停板隔天再大涨 然后创新高卖一趟拉回找买点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未来会被涨 拭目以待嘛 400 500 有时候你慢慢看好不好 股票强的一定怎么样 一定是基本面好啦 来这边 严老师一定拿证据给你看好不好 来 来 涨停板 讲涨停板没有用 为什么 投资人手中有涨停板的股票 才是真的涨停板 不是在节目里面跟你讲涨停板 我诚实的告诉你 这根涨停板 我们会员一定有 好一定有 我拿证据给你看 来 涨上去结束了吗 昨天来到涨停板哦 看清楚哦 一根涨停板两根了对不对 我拿证据给你看 来 第一根涨停板来 亮灯涨停板恭喜 吃骨续报 创新高我跟你讲什么 吃骨续报 再买进第二笔单 我一样跟你公开 老师啊 第二根涨停板来 来 在这 来 我们就停格好不好 我们看清楚一点好不好 12月9号昨天早上的9点29分 恭喜黄鹤海底捞这支 海底捞标股 锦德第二叫锦德啦 亮灯涨停两笔单 持骨报道 这样有得清楚吗 很清楚啦 来再验证一下 老师什么叫海底捞 你大概第一天看我们的节目啦 这个叫海底捞 海底捞的业绩标股 锦德第二的个股独家的一个研究报告 有没有拿到 有啦 我相信你是颜老师 这个扫描QR Code的 加LINE的一个投资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点击进来啦 根据我们公司提供的资料 人数非常多 人数非常多 那我问你好不好 你拿到的第一档股票 是不是叫锦德 不是的话也要是下台一鞠躬 你拿到海底捞的标股 第二档股票是不是叫国具 没有的话也要是下台一鞠躬 这两档股票都拿到了 你给自己打几分 是不是100分我不知道 你自己打个分数了好不好 这支创新高 这支又大涨了 买第一支也赚钱 买第二支也赚钱 老师有没有第三支 第三支叫隐藏版的好不好 我未来会公布啦好不好 那如果说明天想进场的记得 操作股票要做最强的 哪最强的 什么股票最强 哪什么股票最强 你就去做嘛 老师锦德很强啊 老师国具很强啊 要先送给你 对不对 先让你去卡位嘛 那明天这两个股票也是一样好不好 操作最强的操作最标的 严老师今天特别跟公司讲好不好 我们一个节目时段 我们就开放五个名额好不好 五个名额 老师为什么不是十个名额 老师这测票打十个名额呢 那我们就十个名额啦好不好 我本来是想说只要开放五个名额 因为怎么样 这个电话拨出去啊 我们这个能力非常有限 我们没有办法说每一个人都通知到了 那今天没有关系 来 因为今天的四星KY今天创破断新高好不好 四星的接班人是谁 你不用猜 你不用猜 不是锦德 也不是国具 四星的接班人 明天我们要开始买了 明天一定会进场 你如果说想操作四星的接班人 明天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严老师今天这个节目时段里面 一个节目时段我开放十位 那你只要在60秒之内 60秒来这里 你现在马上用手机 扫描我们荧幕上面的QR Code 前面60秒的 你有办法扫描的 你加入到严老师好朋友的 明天 明天这个四星的接班人 一样从低档区底部起涨的股票 明天我们会负责通知你好不好 本来我们的节目时段里面 我就说过只能开放五个名额啦 但是这个佛心来着 我们就开放十位好不好 十位应该够啦 对不对 之前我开放海底刀的一个标股 抱歉 抱歉 老师你这个一个月就一次的 这个叫独家的一个个股研究报告 我一定要拿到 这电话打到公司吓吓死人啦 加LINE加到这个主管吓死人啦 对不对 有拿到的应该都知道啦 有拿到有动作的应该都赚钱好不好 这个有赚到老师恭喜你 不管你是买景德买国具好不好 那下一档股票在什么地方 这个叫四星的接班人 我一样带你买在低档区哦 我不会带你去追啦 我一样带你买在低档区好不好 四星的接班人明天要进场的 我们今天只要你在60秒之内 你现在用手机扫描叫他 明天严老师亲自的带你进场 前面60秒只开放十位 机会来了 好好把握 第一时间点掌握明天 四星的一个接班人 打电话 进广告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年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原投股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车怎么开的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1.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2.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坏 3.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4. 无人受伤时将车辆移到 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5.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化疑等就对啦 欢迎回到节目室现场 那刚刚这个电话很多 电话很多 打电话的也算 加赖的也可以啦好不好 那其实这么多投资人 打电话也好 加赖也好 都是想着为了明天 看能不能赚得到钱 但是严老师必须要告诉你 有时候操作的眼光 有时候要放远一点 有时候要放远一点 就像我当时候 我跟你讲私信KY嘛 对不对 去买的人一定赚得到钱 因为这个股票连续涨了 接近三个月啊 三个月的股票 你去买这档股票 你不管买在什么地方啊 你都是赚 都是赚嘛 那有人说老师 我私信没有买到 没有买到 我说你私信没有买到 你买私信第二嘛 当时候送给你的时候 这档股票叫金册 8月23号送给你的 8月23号在什么地方 来 这叫8月份 大概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500块钱的金册啊 你真的啊 在这个地方啊 500块钱的金册涨上去 涨到多少 超过1000块 这个地方拉回到800块钱 我跟你讲什么 我说拉回早买点 拉回早买点 最近的金册 有没有开始动了 有开始动了 这个叫做什么样的商机啊 未来大家都会告诉你 这个叫5奈米 然后呢 加上3奈米 我现在直接我告诉你啦 5奈米的商机啊 金册 它可能是独家的 3奈米 再加上去的话 我跟你讲这个股价 这个股价要注意了 有人认为说老师 这股价涨太多了 300几个起来1000块 涨三倍了 还会再涨吗 这个有时候股票操作 跟大家想的不大一样 不大一样 我之前跟大家讲四星嘛 也没有人相信嘛 对不对 我说你这档股票没有做到 我们就做四星第二嘛 四星第二一样嘛 涨了三倍嘛 其实很多事情 我在节目中跟你讲的时候 你不见得会相信啊 就像我告诉你 好不好 来注意了 明天细金也有没有买点 有没有买点 老师应该买哪一档股票啊 你不用猜好不好 你要做细金源的 赶快来找我 赶快来找我 老师我要做第一顿 第一顿今天微刚动了啦 明天要注意啊 一线的 一线的 今天涨二线嘛 明天可能会轮到一线啊 其实这个股票操作 就是心里面 有时候你越不敢买怎么样 这股票就飙 它就涨的会越多啦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股票 这叫国具 200块钱国具没有人会告诉你啊 它会涨嘛 200块钱景德有人会跟你讲吗 这股票会一直涨吗 甚至很多人在讲原相 今天的原相创破断新高 你随便卖 你都赚得到钱 这个叫加登 对不对 加登嘛 买了一定赚得到钱 今天创新高的叫信鸿科 我相信每一档股票投资人 印象都非常深刻 但是老师要问你 你有沒有赚得到钱 你赚得到钱就是真的 如果说赚不到钱的话 我跟你讲那个都假的 明天颜老师要带各位操作一档 最强最标的 什么叫做最强最标的 买下去一定会动的啦 好不好 未来有机会大涨的啦 这叫最强最标的 海底捞的两档股票 是不是最强最标 来是不是 是嘛对不对 景德国具不要追了 世新KY今天创破断新高 明天要布局世新的接班人 今天颜老师开放60秒的时间 一个节目时代我开放60秒 前面10位的 明天颜老师亲自的带你进场 买进什么 这个叫做世新的接班人 会不会比世新更强 大家慢慢看 但是机会来了 你要好好的把握 今天全线开放好不好 前面60秒的 来赶快做出个扫描QR Code的动作 前面10位 明天早上 我们准时的进场买进 世新的接班人 打电话 静短话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仲修作戄 本节目资料仲物利益中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水蛮牛让你在竞争中更强大 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没错啦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顾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银江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吹大煮吧 好啊 吹大煮吧 好啊 小心啊 小心 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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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赶快 救救护车